大众请合掌 恭请法师慈悲授课 敌礼法师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尊敬的陈校长 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明天 就是佛诞日 刚好是母亲节 母亲是能生的意义 所以我们上一次 也给大家发了天下太平之根本 这本书 就是印竹谈了 家庭教育 从印竹的教诲 我们可以深刻了解 这个母教的重要 所以这个母亲节 我相信 我们看了印竹的教诲 再来过这个母亲节 感受应该不同 刚好又遇到佛诞日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母亲 我们的会命 来自于本师 释迦牟尼佛 根本的老师 我们修行 显安大师的劝发福利新闻 有说到 常文入道要门 发心为首 修行极物 立愿居先 愿立 则众生可度 心发 则佛道堪成 果不发广大心 立经故愿 则众经沉洁 修行沉洁 依然还在轮回 虽有好心 总是徒劳辛苦 故华言经云 忘失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所以华言经这句话 就指导我们 修行 要发菩提心 那菩提心 是我们的真心 其实是本有的 必有因缘方的发起 而 显安大师 所提到的因缘 第一个 就是念本事恩 这个佛是生生世世 谁主与我 心无战舍 就像释迦牟尼佛 在《梵王经》当中 说到了 他已经第八千次 来到我们的娑婆界 来度我们 所以陈德当时候 看到这个经文 也是特别惭愧 佛都第八千次来了 自己还在轮回 没有接受他老人家的教诲 当然惭愧之外 还是要奋发 改过 进一步 也要效法佛陀 教学的慈悲 教学的耐性 所以自己在面对学生 可能有点没耐性 就要提醒自己 要效法 本师的耐性 不能这样 就没耐性 要这个情绪就上来 所以师长 有说啊 我们看到佛像 见贤 时期 还有也不能忘了 佛的教诲 其实师长常说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是不幸 也是幸 不幸是 真的天灾人祸 不断 也是幸呢 因为 灾难多啊 把我们的道义心啊 唤醒了 把我们的菩提心 唤醒了 见义勇为啊 心大悲 明有情啊 我们看映竹 在这个天下太平之根本 整个贯穿的 就是对这个时代的悲悯 而那个时代的乱 跟我们现在相比较啊 那我们又不知道 比他们多多少哦 所以师长说 幸福 就是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容易把我们的 道乱唤醒啊 把我们的慈悲心唤醒 不能啊 做事不管啊 应该责武旁贷啊 好 眼痴变 受罚眼了 这个时代的人 轻重缓急啊 看不清楚了 因为啊 整个社会 都是快快快 都在赶 都在争 都比较浮躁了 大学讲 定静安律德 知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真正我们能够正思维 能够思虑清楚啊 律而后能得 那个思考啊 都能找到根本 你不找到根本 看起来是在解决问题 事实上 本末倒置 甚至于越棒越忙啊 自己也很无奈啊 我也是很尽力啊 怎么反而情况越来越糟 好 所以 这个 啊 成德有发给大家 啊 应主 这一部书啊 的学习当领 啊 我们今天呢 有时间在把它 啊 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你看第一句就告诉我们 家庭教育 因果 报应 乃现经 挽救世道人心之 至极 要物 这个重要已经到极处了 就是家庭教育跟因果教育 若不从此着手 则凡所 措置 皆所自末 你做的再热心再努力啊 都是自末 皆可 畏惟 畏虚畏啊 都是虚的 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甚至于啊 会误导 跟着我们的人 我都很激动的 啊 办很多课程 我们要了解 家庭教育 也要自己先做啊 齐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 无知 我们冷静看看 我们在推广传统文化的人 几个人真正重视自己孩子的教育 都是要用身教来带动啊 包含因果报应 因果报应 我们不说圆的吧 自己的孩子 现在所出现的情况就是一个结果 我们有 我们有真正的 我们有真正 静下心来去探讨他的原因吗 我们现在 弘扬文化变成了 我们着重在 研教上了 哎我怎么去把课讲好 爱 孤逸 修身 你看看社会大众对我们传统文化更认可了吗 我们每个月有一个英国传统文化学习班 我们就看那个发问的问题 就知道现在学传统文化 学偏调的情况还不占少数呢 那个偏调的情况社会大众一看都吓一跳 都不大敢学了 所以我们 得老实听话 不能凭冲动红法 所以为什么 花那么多时间跟大家交流 老法师跟李宾佬学习的十年因缘 我们看红法的部分呢 只提了后面 不长的部分 主要提什么 他怎么跟老师学习的 我们要是一个好学生 才会是一个好老师 这个就是本跟末 知所先后 折净道义 先是一个好学生 我们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首先提起来 是经典的教会 是师长 我们的教导 我们才有可能学得好啊 我们现在想想 师长讲的 现在是自由民主开放 谁也管不了谁了 现在只有朋友关系 没有师生关系 我想我们一下子听到这一段 心里还挺难受的 难受是情感在作用啊 面对是要理智啊 师长这么讲 现在谁 也不能听谁的了 仔细想一想 我听老法师的哪一句了 不能都是自己的感受啊 我们还没有证阿罗汉果啊 相信自己的感受啊 就出成大错啊 自己的感受里面 情感还是很重的 从名师受戒啊 不能用感情去学习的 要很冷静啊 客观理智啊 师长提到了 他的恭敬心呢 只有百分之三四十啊 到我们现在剩多少啊 师长指导我们 传统文化如何学习 要用真诚心 恭敬心 亲近心 这个亲近 这个亲近就是不是带有明文立养的目的的 但是挺难的 因为我们说 因为我们所成长的环境啊 因为我们所成长的环境啊 就是经济快速开发的时期 我们自己有没有受到这个功利主义 享乐主义的影响 这个部分都属于自知啊 这个没有从心缘引微处啊 默默洗滴啊 根本找不到 我们的习气在哪 问题在哪 物产妇物交瓶 也不简单的 这个魅啊 我们只要还有功利心在 都会粉饰太平啊 用一个表象让人家看 甚至要赢得赞叹 啊 面对团体讲真话的人 都排斥他 找他麻烦 一个团体没有人敢讲真话 这个不是历史当中会出现的 只要在位者 很在乎他的位置 很在乎那个名利 这个团体铁定会出现这个情况 后人哀之而不见之 我们不引以为戒 亦死后人父爱后人矣 我们现在读历史啊 警觉性要更高 为什么 我们的年代特殊 古代 通通是 读书人啊 这些理他是明白的 但是他抵不过 五一六成啊 现在我们是呢 理不明白 五伦八德了解的也不够深 外在的境界啊 诱惑又不知道比古代多多少 好 然后我们的我见呢 我觉得怎样怎样 也比以前强很多啊 你说以前在老师面前 在父母面前 这个当孩子当学生呢 这个当孩子当学生呢 会不会 我觉得怎样怎样 应该不会啊 所以我们看师长在这个十年音乐里面 提到啊 对 传人的知识啊 没有别的 就是完全听话 百分之百听话 这些话呢 我们有没有放在心上啊 父母父母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来 父母教虚敬听啊 父母则虚顺臣 啊 师长呼呼应勿还 师长命行勿来 师长教导 徐静听啊 四大菩萨表我们的修德啊 第一是地藏菩萨 开发我们 本有心地无量的智慧德能 福报 的 保障啊 再从孝经孙师延伸到一切众生 那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地藏菩萨是基础啊 我们对父母老师不能提起恭敬 我们要对众生礼敬诸佛 那这不大可能 不爱其轻 而爱他仁者 为之被得 不敬其轻 而敬他仁者 为之被离 我们现在也有一种惯性啊 我们的学习就是记忆意识的 哇一听到经句 哇很欢喜 赶快把它记下来 求之欲啊 很喜欢知道自己以前没有知道的东西 但是没有用心去感受这些情趣 哦 比方说我们今天 在学传统文化 也在推广 我们看到大学说 其家不可教 而能教人者 无知 马上把 其家 教育好自己的孩子 和睦好夫妻的关系 孝顺好自己的父母 一定摆在第一位的 感受到这一句话 无知啊 这个一点侥幸都没有 不能含糊的 这是用心感受之后 每一句 我们感受完了 我们自己的心态会调整 行为会变化 这是用心在感悟 但是我们现在 记忆式的 记问之学啊 的惯性啊 还是比较强的 人的悟性要提升啊 没有别的 解形相应 就提升上去 解 帮助行 行又帮助解的更彻底 心境有所提升 文有的悟性啊 慢慢就 出来了 所以我想 我们 好好 再领会一下 师长在这一段开示当中 的每一段重点 我们 体会到 他老人家的心的眉 我们 我们随着每一段 我们的 恭敬心 有没有跟着提升 我们学习的惯性 有没有跟着老人家的教诲 开始调整 老师讲一句 你会一句 是死的 不能活学活用啊 这都是十年音源里面 教导的 那应该怎么学呢 应该是长期跟随啊 老师的思想理念 在长期跟随当中 慢慢体会到了 教学的方法 慢慢都感受到了 活学活用啊 这个是要 心静下来 长期跟随啊 我们现在很着急啊 都希望赶快看到 结果啊 一着急啊 这个心就静不下来了 古人留这一句 微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之气定 真有道理啊 我们要深入 经教的义里 身心要很放松啊 悠有含有 是可以自得啊 现在人真的生活不容易啊 我们看这个额头啊 每一头都有一点紧啊 没有到身索啦 其实这个地方比较紧啊 你真的要去体会 经典的义里啊 比较不容易啊 所以我们要去爱别人啊 首先要先爱自己啊 欲爱人者先知爱啊 先把身心调整调整啊 还为什么 一遇到事情 这么容易久张 我的内心到底有什么牵挂 为什么遇到事情 那么那么容易发脾气 发脾气一定啊 自己很想怎么样 但是遇到的情况呢 会让自己达不到目的 所以撑灰心就起来 兄弟就没有办法罗软了 甚至于 都会用威胁的 对学生 对小孩 你不好好给我背啊 不给你饭吃了 威胁出来了 我们要教孩子教学生呢 身教是排在第一位的 我们常常情绪都控制不了 你说能 教孩子不贪不撑不吃 不可能啊 现在的孩子身心问题不少 过动了 情绪很不稳定 甚至还有忧郁啊 这些年龄越来越早 其实说实在的 啊 就像应主说的 世上不离两个字 因果 他会有这个结果啊 一定有原因的 他的身心 长期处在 负面的状态 久了 他延伸出比较严重的行为出来了 啊 我们现在看到啊 孩子的这些身心的病啊 就会感叹啊 我们没有很好地听应光祖师的话 这些祖师太慈悲了 我们也有这个福啊 当他们的子孙呢 但是我们不够认真珍惜这个福报 就 化掉了 讲得很清楚啊 我们忽略了胎教的重要了 忽略了三岁以前的教育了 忽略了当母亲啊 首先 要调伏自己的心啊 不能任性啊 不能情绪化 不能自私自利啊 我们跟着师长教育 我们调整好心态 好好学习 啊 机缘成熟 就可以去利益 有缘的学生 大众 这一点 我们要从师长一生的行业观察到 师长老人家很用心跟着李老学 啊 甚至于老师要讲的内容 他都先去把重要的鼓注找到 自己先 预洗 听老师讲 跟自己预洗 自己会怎么讲 对照对照 啊 不如老师的部分在哪里 这么积极主动啊 这都是我们的学处 我们现在学习啊都比较被动了 所以目前当母亲心呢 啊 啊 我们得把师长 的心呢 能够体会到 啊 进而去效法 啊 师长的心在哪 心 在他讲的每一句话里面呢 心 在他做的每一个动作里啊 在他的一言一行当中 师长九十岁 一年了 跑欧洲 跑英国 好几趟啊 这是行为 我们感觉到他老人家的心了没有 但愿众生得利苦啊 不畏己身就安乐啊 我们真的感觉到老人家的心呢 我们不会浪费时光 不会懈怠了 啊 会鞭策自己啊 我不能让老人家冲在最前面呢 我得赶快提升呢 跟他 同台演出啊 我要分担他老人家的辛劳 所以一个孩子 是 开始成熟了 为什么 体恤父母了 帮父母分忧解劳了 这个孩子开始成熟了 学生也是这样啊 我们有希望啊 承担老师的辛苦 我们就可能好好学了 才有智慧 德行 能力 来分担呢 那刚刚讲到 我们看师长 他跟着李老认真学了 他也发了心了 效法释迦摩尼佛 但是他积极主动学习 他并没有 刻意要盘什么圆去弘法 我们现在没有认真学习 但是就很想出去讲课 这也要知所先后啊 师长出家呢 人家找他九次啊 那是推都推不掉啊 真的我们的道德学问 可以利益他人的时候啊 自然有应援会来找啊 推都推不掉 结果我们现在很羡慕别人可以讲课 自己的心都定不在 浅心修学上 我们有没有真正很好的 把一本书 看完 比方说这一本天下太平之根本 我们要 好好看他五遍 五遍不多了 听说科学家说要二十一遍啊 才记得住啊 可能我讲到这里啊 有这个同道说呢 我看了不止五遍啊 有些人看书很快啊 看书很快 还得要看看了 留在心中的有多少啊 那遇到境界 一句也提不起来 那有可能看得快啊 变成 一个不是很理想的习惯 哦 有些人读经啊 读很快啊 我在听他读经的时候 我的心脏也有点加快 应该是那个慈善啊 还是很着急啊 很赶 我们要知道呢 任何学习的方式手段 都是要调心啊 假如我们用的这个方式手段 让我们的心 反而越来越不安定了 这个学习方法要斟酌了 我也没说念经不能念快啊 我什么都没说啊 我只是原理原则啊 大家探讨一下 不然呢 可能今天就会发生 有人说你怎么念这么快啊 陈德法师说不可以念这么快 哇 可能又有人要生烦恼 我们又拿着听到的东西 要去要求别人 要去压别人 所以啊 这师长这一篇开示啊 学习的部分多 弘法的部分少 本跟末啊 也是在这个文字之外啊 呈现出来了 听古琴啊 听古琴啊 要听出弦外之音啊 听一篇开示 也要能体会文字以外的东西啊 那我们最后一段 我们来感受感受 今天地球上 出现最大的危机啊 就是文化 能不能继续传下去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 我们感受到老人家的心没有 有国有名啊 真的是 如饭公啊 先天下之悠而悠啊 后天下之乐而乐啊 每一次师长看到 大众有受益了 学生有进步了 都会很欣慰啊 所以我们要神教古人啊 神教师父上人啊 我们感受不到他的心 他教的东西 我们真的听懂了吗 有可能不止听不懂啊 还会听偏呢 听邪了 最后呢 还是师长他老人家得背黑锅啊 因为我们自己听偏了 然后去要求大众都说啊 我是跟着镜空老法师学的 所以师长才会有一篇专题啊 大家要多学习几遍呢 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老人家讲的很清楚啊 温良公俭让 好 结果现在有老师打还是打得很凶 还是回到家呢 都不愿意再去学校了 这个 都强调 都强调 半棍底下 出孝子 这些话呢 这些话呢 有没有错呢 从理上讲啊 这古人也有这个说法 但是 气里 还要气机啊 所以我们还没有正阿罗汉以前 我们那个能洞察到众生的情况啊 还得要多听听师长的 还得要多听听呢 多听听呢 祖师的 所以祖师 师 师长 都是强调 多鼓励啊 我们看一下 天下太平之根本 这个分论 这个分论里面呢 第二十二 应主讲这段话呢 可能已经离我们了 八十年左右了 八十年左右的孩子啊 你就不能言辙了 现在呢 我们看应主怎么讲 焦小儿啊 当祥事为人 虚智立志 我们教孩子立志没有 教孩子 要给我考一百分 这是让他变考试机器啊 不是 让他立志 为社会服务啊 为大众服务啊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 哎 我们不要觉得 我们进入传统文化了 好像我们就是对的 我们现在在学传统文化 只是一个像啊 我们的内心呢 不把控制要求放下了 传统文化就变成我们更控制要求的真上缘了 万法因缘所生啊 所以成德 所以成德 观察啊 父母都是啊 我一定把我孩子培养成 弘法立身的人才 这个发行很好啊 哎 哎 可是我有机会跟他们的小孩 交流交流啊 通通被逼的啊 不愿意走这条路了 你说父母本来好心啊 適得其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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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感受来自哪里 来自父母啊 父母给他压力很大 他对传统文化就是感觉压力很大 但是他们在人前呢 都还是学传统文化很好 你私底下关系跟他不错了 跟他一聊 我这一辈子不走这条路了 我不读汉学院的 我听了都很心痛啊 大家可不要今天听了应祖说虚智励智 马上对孩子说英国祖师讲要励智 你非给我去英国韩学院不可 好吧 什么事情啊 要水到渠成 花束地露 其实啊我们都已经当了父母的人了 当了老师的人了 人生也过了差不多一半 以上了 观察观察哪件事可以强求而来的 你看我们被人家逼的时候 我们接受吧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首先勿施于孩子 勿施于另一半 勿施于家人 说实在的 我们不先把自己的控制要求调伏掉啊 学经教也不见得有好处啊 越学越要求 越学越控制啊 所以映竹讲了 言者非其所疑啊 以精实学说啊 这个都是八十年前的情况啊 甚至可以是从清朝末年到现在啊 一百多年啊 整个 一些 学术的说法啊 推翻就归啊 首先 老祖宗的东西啊 我们不够了解了 学的人呢 也没有学透 也没有做好 所以让人家反感了 那这一些说法 我们孩子毕竟生活在 这个社会里面呢 都会受影响哦 所以都是对 这个老祖宗的东西啊 可能都会有一些误会了 我们再去苛责啊 有可能就让他更反感 倘一言者啊 或是被比无知者一诱 就是我们父母老师呢 让孩子学生呢 感觉不舒服了 结果碰到朋友 或者碰到哪个有缘的人 跟他一讲 一批评父母老师呢 则变因恩成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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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承得自己回想啊 这个承得自己回想啊 我没有 感受过一次啊 父母对我们的控制要求 没有感觉到 没有感觉到 我们整个成长过程 有没有遇到一些 跟五伦八德违背的说法 我是铁定遇到的啊 我们所遇到的老师朋友 同学 对 有啊 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受影响 父母对我们 没有这种言则啊 没有这种控制要求啊 没有这个因 纵使外面有这些 无知者 这个邪知邪见者 没有有缘也不会结果 好 所以我们看 这个是映竹啊 在回答一个 十五岁的青少年 可能是他的父母在请教的吧 接着 笔年以十五啊 这果能将其利害 好 好 于比说之 必不至于毫无感动 好 不是用言则的 好 是将可能他现在的习惯 言行 会对他自己 会对他自己 现在以后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啊 跟他引导好啊 必不至于毫无感动 好 纵使你这么说了 寻寻善诱了 如此不感动啊 则同目时无知啊 他还没开窍啊 他感受不到了 纵言 这个时候你对他很严啊 一跃成反对 比杀父自雄啊 以取讲欲者啊 就是对父母很忤逆啊 还得到人家赞叹啊 你看 皆以相受约束 就他一向就是被父母这样逼着 好 尼欲一泄其分 而不知其涌现畜生地狱之中啊 而莫能出野啊 哎呀我们现在读到这里啊 我们看到不少报导啊 考大学以前乖乖的 那是被父母硬逼的 读了大学了 好像前不久 某一个知名大学 儿子 这个学生 杀了他母亲了 看这个孩子要到哪里 受罪报了 真的是涌现畜生地狱之中啊 应主这些话 很慈悲啊 关这个时代的鸡啊 我们就不说不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现在学传统文化的孩子 真正学的爱要欢喜的多不多啊 这结果都是我们父母老师的方式 态度 不应这个时代的鸡啊 孩子觉得自己很对 所以我们不如不牢记师长的教会 主师的教会啊 传统文化应该 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 不贪 不撑 不吃 不慢 不乙 师长啊 已经看到我们了 傲慢了 苛责了 所以在那个不慢里面 把古人的七不折引出来了 我们之前呢 也有一起学习过了 从刚刚这一段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发给大家的讲义啊 这个学习纲领初探 第七点 如何落实家庭教育 的第四点 爱之不以道啊 即以任性浇灌 这坏处 我们看到 这一点的第二小点 若不善用爱 任性 教养 或者是呢 要不呢 太浇灌了 要不呢 太严格了 这个都是太过了 结果 结果是什么 那 则与杀其身 过百千万亿 无量无边 背者 多多也 比杀他的身啊 这罪过啊 多百千万亿 无量无背 编背者也 因为 他身体 生命没了 他没造什么业 他又可以投胎做人了 可是我们 没有 没有好好教他 没有好好教他 让他 这一生 直接堕到阿比地域去了 那个比杀他的身呢 过百千万亿 无量无边背 这罪过了 现在 报道的这些 杀父杀母啊 不都从不善教他造成的吗 所以我们得 观这个时代的鸡啊 其实啊 真正的威严啊 古人留了一段很重要的话 不是爆茶之威啊 不是狂妄之威啊 也不是强势之威啊 应该是道德之威啊 以诚得自己内心的状况 看到父亲 就是非常的 仰慕啊 觉得父亲得性很好啊 终身呢 仰慕自己的父母啊 这是道德之威啊 父亲 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姐妹 做事净责 很有章法 什么东西整理的很好 从来没有见过父亲 慌张的 开车 四平八稳 都是 看人家 很慌张 超车过去的 父亲都是 快也没有快那五分钟 甚至于是 面对 我这个儿子啊 无理举闹 我们 出外踏青了 我在那闹闹脾气啊 我爸爸 好 回家 不玩了 真的 就开车回去了 啊 啊 在车上啊 我也很后悔 自己 无闹 啊 啊 结果 开啊 开啊 刚好对面 刚好对面来车了 其实是我们应该是可以行 那个路比较小啊 因为到到山上去了嘛 哎 结果就看到我父亲啊 很早就停在旁边等人家过来了 啊 刚刚我才这么福利取闹啊 哎 结果父亲啊 还是心平气和让人家 哎 你看孩子什么时候在学啊 什么时候在感受啊 没有讲话的时候也都在影响 你看父亲一个把车停在旁边让人家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啊 因为我那时候战战兢兢啊 自己做错了 孩子这么无理取闹呢 父亲也没有发脾气啊 所以道德之威重要啊 君子不重 则不威啊 我们让自己的脾气那么容易就抱起来了 不自爱不自重啊 学则不顾啊 这学问不可能稳固的 好 我们接着看呢 哎呀 都感觉主是太慈悲了 四书当全赌 书经文理甚好啊 意义全赌 书经都是我们 这些古圣先王传下来的 主术遥顺 宪章文武啊 我们看呢 有大雨谋啊 都是遥顺雨汤啊 他们留下来的教诲啊 好 好 义 义之道大 义经啊 这个道理啊 很广大经纬啊 或可重缓 要考虑的 要考虑的这么细啊 然欲成学问呢 由当自立于现象之法之地 义六十四卦之大象可极之一篇以座 座又名 啊 因为啊 这六十四卦 啊 这些象啊 啊 极以显惑 他那个象呢 很显明 啊 你一看呢 容易懂 容易体会 也很亲切 举个例子 牵挂 牵挂是第三卦 哎 地在上啊 山在下 孩子一看 哎 山那么高 怎么在地底下 哎 这个象他就印象深刻了 谦虚啊 哎 太挂 痞 太来 太挂是什么 地天挂 啊 自然现象 天在上啊 地在下 哎 太挂为什么是地天挂 啊 这个就是 啊 地站在天的位置上 想一想 天站在地的位置上 想一想 啊 丈夫 站在太太的角度上 感受上 想一想 太太 设身处地 为先生想一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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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交流了 啊 没有交心了 没有设身处地啊 啊 为对方想了 啊 啊 所以这个 主事考虑啊 那一经一理啊 啊 不容易啊 啊 一孩子的年龄不容易深入 但是他那个像 可以让他做座右铭 哎 他他 看了这六四卦呢 再来接触天地啊 哎 感觉不一样了 哎 哎 他会连接起来啊 哎 六成啊 这些天地万象啊 都在启发他呢 啊 这极以亲切啊 好 所以比废经者 不知其人之之见 作何领会也啊 老祖宗这些东西这么好 怎么要把经废掉呢 哎 啊 所以我们这一百多年来 浩劫啊 好多文化都被破坏了 再加上啊 经济快速发展啊 道高一尺啊 魔高一丈啊 这些财色名利啊 诱惑啊 越来越厉害啊 所以我们得稳住啊 真的危急 这个文化危急存亡啊 难怪师长这一段话 这么语重 心长啊 文化不能传下去啊 这个世界也会毁灭啊 但是这个急不来啊 对三五代人 弃而不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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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般 在世间做事啊 啊 定位要抓准 啊 我自己在文化复兴 我的定位 是铺路石 垫脚石 啊 老法师说各个第一啊 还是垫脚石也可以做到第一啊 啊 哇 这样就算是完成历史使命 啊 假如呢 洞察不到这个时代的情况 定位 定成我要 大放异彩 那就可能搞成急于求成了 啊 哇 搞搞得轰轰烈烈 啊 最后 撒了那么多种啊 一颗也没有长出来 啊 这个都是我以前干过的事啊 啊 很惭愧啊 现在把这些 走的弯路啊 供养给大家 啊 我记得之前 一开始的时候啊 啊 有同能跟我提醒了 啊 说我很像呢 一只母鸡啊 到处生蛋了 大家想一想 那母鸡到处生蛋啊 这个蛋能不能孵出来啊 你生的不孵 他 他出不来啦 你生的再多 最后一颗也没有出来了 啊 所以 这个当时候 啊 自己团体的人都 讲出心声来了 啊 我还是 没有领悟到 啊 所以自己也觉得 自己成年啊 啊 这个经典要提醒我啊 别人要提醒我 我还真是不容易啊 哦 后来还是佛菩萨 老天爷出手了 那我乖乖的不要动 啊 在哪里不要动呢 在英国 国安学院 因为有 新冠肺炎 动不了了 哦 自己慧根太太差了啊 老天爷出手了 哎 待了两年 啊 跟着同学们一起成长啊 哎 哎 觉得 这个 学生还是要陪伴的 啊 啊 陪伴太重要了 啊 父母啊 要陪伴孩子 成长 你要陪伴他 也不是向上的陪伴啊 来 坐在那里 看你的手机 啊 所以我们现在也都不中食指啊 都中行事了 有啊 我有陪啊 我坐坐在那里一个半小时了 心在不在啊 照顾孩子 陪伴孩子 心要在啊 甚至于在陪孩子 心里面想 赶快给我备完 赶快老师给我读完 我待会还要去读经呢 还给我拖拖拉拉的 我们在陪伴的心是什么心呢 控制要求 孩子能不能感受到啊 孩子比我们敏锐多啦 他都能感受到的 那你这样陪他 他希望你陪吗 有其他的人保证 不愿意父母陪啦 其他比较有耐心的老师 人家就去跟着啦 要看到自己的心的状态啊 心正而后生修啊 我们自己的心都看不清楚 还能够去体会到 学生孩子的心 不可能 我们24小时跟自己在一起 都看不清楚自己的心 我们真的还能够去看清楚别人呢 欲知人者先自知 欲爱人者先知爱啊 欲救人者先自救 现在先把自己的身心安定下来 内心哪一些念头 会常常让自己情绪动 那个就是对峙的重点 修学要从最难处刻下去 自己最在乎什么 那就是贪求 要把它放下 师长说啊 佛法是让我们放下贪 不是贪患对象 去贪大臣佛法 去贪清净善之士 这个我见了不少啊 跟师长老人家很近啊 都搞瓶子 真风吃粗 那怎么配合啊 我们要配合老人家利益众生 我们要效法他老人家温良公俭浪 效法他老人家柔和直直啊 假如我们在老人家身边 对大众很强势很暴躁 因为有时候 有一些同修看到师长很激动啊 我们要理解他的心情啊 老人家救了他的法生会命啊 他能见一面 甚至于他是花了可能几年的积蓄啊 就买了一张飞机票啊 你一下对他很大声 他可能经脉都堵住了都有可能啊 这个陈德就 有体验过了 我母亲跟我同一个学校啊 刚好有一次 看到母亲站在 那个操场跑道的另一头啊 一个小孩看到母亲很高兴啊 我就冲过去了 忘了人家在比赛啊 结果我一冲过去呢 我妈妈没有看到我啊 我被一个男老师啊 抓住了 当场啪啪给我两巴掌啊 大家想一想啊 我当时候要去见妈妈呢 心情激动啊 结果被啪啪两巴掌啊 我整个魂都不见了 搞不清楚啥状况啊 吓得魂都跑掉了 当我们看到别人激动的时候啊 不能一下子很强势过去了 会内伤啦 我现在讲还有一点心痛啊 代表自己还没有放下 哎呀 哎呀 当下 念念为他人作响啊 当下要能提取对方的心啊 哦 当下学习啊 体会到师长主师的心呢 你就不忍心把他们的教诲 糟蹋了 真的讲的太仔细了 我们看接下来 印竹讲了 诗可以重缓啊 以非大聪明之资格 不能善用其意 所以诗经可以缓一缓 其实论语里面也有讲到啦 哦 这个子供问了 平额无产 富额无交何如啊 子曰可也未落 平额乐 富额好礼则也 接着 子供回应了 诗经说如切如错 如左如磨啊 是不是就是这个意境了 平额乐 富额好礼 这个更深入了 这个子供啊 接着这一句 同志说 诗科与言诗以矣啊 你可以开始学诗的 告诸网儿之来者 他有悟性了 所以祖师这边说 非大聪明之资格 这个还是先缓一下 当然不是说一篇都不能教啊 我等一下再补一句啊 不然又要有人说 陈德法师说 诗经一句也不能 因为有一些歌可以唱一唱嘛 像有一首叫木 木瓜 那个是敦青木里的一首 现在有人把它编成歌了 这个唱一唱还是不错的 就是不是说你把它全教了 这个可以缓一缓 有一些跟他现实五轮关系很有关的 这几首可以教那是没问题的 礼记左传 他则选其于身心有益 于世教有大关系者独自 哇 我们不能忽略 主持这些教导啊 不然我们呢 忙得要死啊 有时候啊 还不契机啊 好 我们回到啊 师长 强调的 要把文化传下去啊 不然世界也危险了 为什么 会危险呢 会灭亡呢 因为啊 人不知道善恶 把恶当做善 把善当做恶 颠倒了 这个世间呢 不会存在很久啊 所以旧文化重要 我劝我们同学 要发行旧文化 从自己做起 怎么做 一生发愿当小学教员 我们为孩子们扎根 这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事业 教孩子伦理道德 教孩子汉字文言文 让文化一代一代 星火相传 文化复兴真正的希望 在下一代 这种世界应用 我们要看清楚啊 其实我们是可以感觉到的 我们自己修学 不简单啊 我们这是成年才学的 明明知道呢 不要起乘彗星 但是压不住啊 压不住还得继续努力啊 可是真正要出像师长这样的 高深啊 大德啊 那真的得要从胎教啊 从小啊 是希望啊 在下一代啊 而 成特觉得 我最想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 假如让我可以选择的话 好 因为自己也是成年才学啊 积累的太有限了 所以现在跟大家一起交流啊 也是感谢我们 啊 这个行工长老 哦 还有 我们极乐式的干部 啊 还有这位 啊 大的同修 信任啊 啊 还给成德这个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机会啊 啊 对成德来讲真的是赶鸭子上架 啊 假如可以跟着孩子这样一起深入经典啊 哦 那是多快乐的事情啊 啊 自己也要积累啊 哎 但是我们也看了 传统文 重视传统文化的学校 老师的 流动率太高 当然这个流动率是一个结果 原因出在哪 太多原因了 啊 比方说老师啊 定不下心 他就很难安住陪孩子成长 还有名利心啊 很难静下来陪孩子一起成长 你只有奉献的心啊才安得下心 再来有可能呢 是 我们负责的人 没有安老师的心 我们的领导风格没有办法让他安心 我们对他家庭的照顾 没有办法让他安心 你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啊 你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啊 假如他想认真教学 可是他家里经济不行 他只能走啊 所以我们今天真正遇到一心为孩子的老师啊 那我们铁定要先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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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法很害人啊 所以这个文殊菩萨 他的学生是善才童子啊 文殊菩萨有一次说 对着学生 对着学生 讲 哪一哪一种是药 取过来 这个善才很会配合啊 配合老师教学 遍地都是药 你每一种草药都有它的属性啊 你会用哪一种不是药啊 披霜都是药啦 你会用的话 遍地都是 文殊菩萨等了一会儿又说了 哪一种是药取过来 那这个时候 这个善才童子 假如说遍地都是 那这个就不会配合 所以这个都不能背公式啊 背公式啊 会套错地方哦 那都要随时感受到老师的心意啊 拿了一把 地上的草药 带过来的 文殊菩萨拿着 只要可以救人 也可以杀人 有道理 有 所以现在啊 学中医不简单了 中医不是不好啊 太好了 太究竟了 问题是得把它学通 传统文化太好了 可是也得学通 学不通 我们用错地方 我们的孩子学生痛苦了 他们就不能感觉到 寻寻善诱如沐春风 所以节俭是美德 你一执着了 药变毒药了 法变障碍了 一直成病 所以今天我们 义工 制工 义工 我们可不能执着 没拿钱叫义工 这个太着相了 义是道义 他为了来护持传统文化 我们也要尽道义 护持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他才能把他的能力完全发挥在 宏护正法上 所以有可能 我们忽略了这一点 结果一直省钱 最后 宏护的人才留不住 其实这个才是一个 宏法团体 最大的损失 最大的浪费 一个人 做得很熟了 他一走 可能要从头再来 这里面花了多少时间 精力 这个都要算进去的 你一个团体 大家都很稳定 那个时间精力 金钱 少花太多太多了 所以都不能 这个法都是好的 但不能执着 得考虑深 考虑客观 考虑全面 所以 老师不能安定 有不少因素 在里面 假如我们是主事的人 一定要把原因看清楚 我们才能防止 这个情况继续发生 就跟治病一样 你不看到病根 病因 他不可能解决的 病如是 人事状况 亦如是 都离不开因果 两个字 我们得把原因找出来 才能改善 才能化解 好 那我们想想 我们在看这一段 我们就在那里期望 赶快找一间学校 赶快找到发心的老师 这样也 成就不了孩子 为什么 这个父母没有看到 他比老师更重要 师长 这一段话呢 是鼓励我们弟子们 发心 可是可不能忽略 家庭教育是根本 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 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 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 所以现在你办学 只要不注重 就是你办的是传统文化学校 不注重家长的学习 你要培养出传统文化的人才 也不大可能 现在这个教育工程 多管 其下 所以像我们 办汉学院 我们跟同仁也说 我们宣讲经典 是研教 身教要在前面 所以我们教职员工的德行 要能 射受我们的学生才行 所以就 不能说 拿着一般大学的要求 来看 我们的要求是要超过一般大学的 这个不能这样比的 我们的姻缘 跟一般大学不一样 老法师是 90岁以他的 威望 德行 跟福报 才创办了这个学校 我们尽一点地质之心意 但是假如培养不出人 我也要负因果责任 当然 这个是一种动力 我也不能把它变成压力 不然想到睡不着觉 也不行了 是一种动力 昨天 我们 这个负责学生工作的 陈老师 还有一位毕业生 现在也在 我们这个学生事务处 工作了 他们就提出来 要让家长也参与到 对 这些同学的 互念里面来 我们也要跟家长都互动 跟家长一起 探讨学习 传统文化 因为父母是 这些学生最重要的护法 所以今天要成就一个 和传统文化人才 需要 N个条件 但是呢 这N个条件里面呢 缺一个 可能就培养不出来了 要有粮食 要有义友 要有好的 学校的学风 道风 还要父母配合 还要在家里人配合 还要他自己 要有恒星毅力 哇 你看那么多条件 一个没有了 所以现在 善事 常义拜啊 当然越难的是 我们越要 难行能行 难忍能忍 去做 去承担 所以地边呢 老师给我们 行礼建设 困难越大 功德越大 欢迎困难 欢迎困难 我看大家的表情 好像不太像 欢迎困难的表情 我们应该边听边随稳入观 这个读经也是随稳入观 听经也是 听课也是随稳入观 我们不能一听 再说吧 再说吧 太多这个再说啊 这个越听啊 就越有距离感了 明天再说 以后再说 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啊 我身待明日 万事成搓头了 应该是怎样啊 直下承担 舍我其谁 这个是孟子给我们的榜样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我们来承担 复兴 真正的希望 在下一代 师长说了 我相信啊 中华文化的复兴 能够促成全世界的千年盛世 大家相不相信啊 姓为道源 功德母 有同修 提到了 觉得老人家讲的 太理想了 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这个念头 当你听着听着 师长讲的太理想了 太理想了 你产生这个心态啊 在听老人家讲经的时候啊 开始 打九五折 打九折 打八折 不知不觉 我们人的心态啊 插之好理 没有以千里 其实啊 比方说 炉江 当时候师长 勉励我们 要承担 当时候看着我们 三十几个人啊 师长从讲台啊 走出教室啊 花了好几分钟啊 那个终身难忘的情景 看着我们每一个人 眼神充满一种期许 师长讲啊 这个实验做成功了 代表五千年文化 有用 这个实验做失败了 代表 五千年没用了 哇 代表什么 只可成功啊 不许失败啊 但是一开始我们觉得 应该要三年 结果几个月 民风就有很大的变化 所以师长说 到联合国去介绍传统 为了告诉 天下的 这些和平工作者 人之初心本善啊 人是可以教得好的 其实这里面啊 除了人性本善之外啊 因为我们要做 弘扬文化的事啊 我们五千年 这些圣贤祖先呢 他们都在护佑啊 所以那个加持力特别大 我们这个疑心很容易起来啊 不容易相信啊 你看我们也是因为做了这个实验 那个对人之初心本善的信心增长 所以几个月 就很明显的变化 所以要相信啊 其实 末法还有九千年来 作为同道啊 是一定要振兴的啊 我们可以现在继续这样下去 很快就完啊 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席卷全球啊 现在东方文明 才能挽世界的危难啊 而我们是元皇子孙啊 则武旁贷啊 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啊 从我家做起 从我社区做起啊 从我的乡镇做起啊 从我的单位做起啊 这个台湾呢 最有这个应援条件的啊 我们各行各业 都有人发行把传统化 融在自己的这个企业里面 行业里面 还有人做社区 假如有官员愿意做 那他说管辖的 不管是政府单位啊 还是企业社区啊 你看那多好 到时候全球华人 世界有人 到台湾参观中华文明的落实 我看那个参观啊 半个月都不够 精神十两 满载而归 诸位台湾的同道们啊 诗不可以不弘异啊 任重而道远啊 我们再不做啊 快没机会了 我们现在的下一代 李白 杜福 都快不认识了 此陈 唯极 存网之秋也啊 我们能够扭转多少 我们不去想 想那个叫未来烦恼 岂能竟如人意啊 但求无愧我心 我得尽道力 我们得首先呢 把读书人的气节要提起来啊 未被未感忘忧果啊 我们总不能让中华的儿女在台湾 连她的祖先都不认识了 连灵魂都没有了 文化是民主的灵魂啊 我们看佛门讲到了末法还有九千年 诗会同道啊 我们来这个世间呢 就是为了在这个时期 再把正法振兴起来啊 我们虽然忘记了这件事了 应该是为这个事来的 应该是有带使命的啦 不然你看现在 公立主义那么厉害 这个共业很厉害啊 很难不随波逐流的呢 那诸位同道 居然还一个礼拜 一起参与两次的课程 四个小时耶 我也挺佩服大家的 在这个时代生活在都市里面 一个礼拜还要听这个陈德瓦斯 多说四个小时 也很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 很可能啊 很可能我们前一辈子是相约 要来干这一件事的啊 现在对不起我活了四五十年 才有一点想起来啊 但是有开始就不会太晚啊 自己过去生的业力太重啊 但是师长也劝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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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们跟师长同心同愿 我们往为促进全世界千年盛世 共同来努力 我们来做这一桩事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价值 心大悲 名有情 言词变 受罚言 要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讲清楚 要把胎教 要把母教讲清楚 要把因果报应讲清楚 受罚言 度恶趣 开善门 共业当中有别业 总在欲缘不同 受此广度 生死流 佛说此人 真善有 我们要把伦理 道德 因果 三根当生成就的法门 亦有机缘 当然不能攀缘 亦有机会 广秀供养 发供养为罪 我们贤供尊修 谱贤大事之德 那我们就生则决定生了 我们这一生 吊脱身 回归安养 所以应光祖师也提名我们 现身幽露 圣贤之欲 报敬高灯 极热之乡 这是我们的目标了 印竹讲 现身 幽露 能够契入 圣贤的境界 我们不要一看到圣贤两个字 就觉得很高 什么是圣贤呢 当儿子 好儿子 当女儿 好女儿 当父亲 是好父亲 当妈妈 是好妈妈 当下属是好下属 当领导是好领导 能敦伦敬奋 就慢慢入了君子圣贤之欲了 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工作 除世带人 而且啊 我们这一生不做君子 我们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就照轮回业了 那怎么往生呢 所以跟大家复习一段话 念佛之人 应该必须是要 事事长存忠树 这应主的话 我们一不忠树了 就脑海众生了 忠树 让人家如木存风 不忠树 就颠倒了 言以虑人 宽以戴己 铁定让人家压力很大 所以必须事事长存忠树 心心提防过千 要关照自己 念头对不对 言行 对不对 知过必改 我们现在 要知过不容易 别人劝我们 还不一定听 所以要知过 而且要必改 见义勇为 如是之人 必定往生 因为他的心 跟佛心相应 若不如是 则与佛相反 他的存心 他的存心跟佛心 是背道而耻的 所以人做不好 要成佛 无有是处 不可能 所以这与佛相反 绝难感通 所以我们不存忠树 不改过 不见义勇为 那我们的心就是 轮回心 轮回心 修什么样的法 都不能往生 往生的八个字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菩提心一定要从 中树下手 中树为道不远 中树离我们的真心不远 慢慢就相应上去了 祖师这一段话 是护念我们 当生成就 这些话都不能 忽略掉了 所以师长讲 在李老师会下 求学十年 感慨万千 由于时间的关系 只能和大家分享到此 这个真的 善于学的 听完师长这十年姻缘 我想啊 每一天都会听到 老人家讲经啊 为什么 你要成为一个 弘法的人才 就是要长期 依止善知识的教诲 完全体会到 他教学的理念 方法 善巧 你才能活学活用啊 师长华严经才学一卷呢 会讲啊 是这么学的 我们也到 长期听啊 自自然然慢慢就体会到了 这个急不来了 这没法教的 这个不是我讲的 是师长讲的 你必须长期去跟随啊 你在你从中 自己去体会 去琢磨 去善学 善听 善思维 善观察 善落实 那接着 师长说了 我们要真正记住啊 为往生及绝学 为万事开代 就是真正报师恩 报师长 报祖师 报祖先啊 祖先现在很担心啊 五千年的文化断了 无念而主 欲修绝德啊 要把他们的教诲 尤其要把他们的 身教 德行啊 我们要先笑啊 我们才能够是学生 孩子的 榜样啊 才有 言教的 基础啊 生教 者 从 言教 者 送啊 变成 变成 家里面吵架了 你都不孝顺 干嘛要求我呢 好 好事 因为以前还没有出现了文化断层的危机 孔子那个时候是礼崩越坏啊 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哪怕不是智 他还觉得五伦八德是真理 不能违背良心 可是到现在啊 我们中华儿女 否定五伦八德可不在少数啊 我们真的有可能会文化会断层了 比孔子那时候更危险了 这个时候能尽心尽力 先从自己啊 身修 家企 然后给大众做榜样 这个功德不小于空子啊 所以师长才说五千年来第一等好事 我们积功累得自利利坦 积善之下必有余庆啊 护佑自己的后代子孙 也护佑啊 整个中华民主的子孙 也护佑全世界各民主的后代 所以假如你的孩子啊 又爱要传统话 英文又很好 当然也可以法文很好 日文很好 越南文很好 韩文很好 也都很好 这些都是汉文化的地方啊 我们能够去 都可以唤醒一大批人 我们现在去参加祭祖啊 比方说在德国啊 一半都是越南人啊 现在越南同修学习啊 比我们中华儿女都积极啊 所以我那次在我们双西小竹 说三十七年 这道工长老慈悲啊 法师们也很慈悲啊 直到这个先父 往生呢 都 替陈德 替陈德 促成这些语言做法会 结果有一位越南 他可能到台湾来工作 他讲着华语啊 他也来参加法会的 他讲了一句说 陈德法师 你是我的偶像 这越南的一个女孩啊 应该二十来岁了吧 所以他们学文化很积极啊 好 今天呢 时间到了 跟大家就先交流到这里 我们 这个 下一次啊 跟大家再就 这个天下太平之根本 再做一个交流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大众请和长 礼谢法师 慈悲授课 顶礼法师 三拜 不为礼 阿弥陀佛 感恩法师 恭送法师 好 免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大家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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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